在埃及的首都开罗南部大约30公里 有一座城市叫萨卡拉 就在这座城市的地下 埋藏着数不清的宝藏 因为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200年之间 这里是古埃及王朝的风水宝地 死去的法老包括有同有点的贵族们 大都被埋在这里 这里最显著的地标 就是古埃及第三王朝的法老 佐塞尔的DAT金字塔 这也是埃及现存的最古老的金字塔 比吉萨大金字塔还要早100多年 高大约63米 底部边长100多米 很可能是公元前21世纪 整个地球上最宏伟的建筑 后来萨卡拉成了盗墓者的乐园 而且盗墓贼还特别精打细算 挖到金银财宝就拿去卖 如果没有挖到财物 哪怕挖到木乃伊 也要把尸骨磨成粉 卖给当地能民当肥料 把贼不走空的原则进行到底 能拿走的就尽量全拿走 这也造成当地很多墓穴毛都不剩 大家好 我是大胖 您敢相信 在古埃及的一次考古中 发现了一架2000多年前的木质滑翔机 无独有偶 同样的时间节点 我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传说 然而空气动力学这门学问 是在近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 才产生于欧美的一门新科学 2000年前的古人怎么会洞悉其中原理 还去操刀进行实践呢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接着开篇继续讲 到了1898年 有一支正牌考古队来到萨卡拉 考古队员们挥汗如雨 挖出的黄沙早已堆成一座小山 然而还是毛都没有 忽然 一天有一位队员触及到一块硬邦邦的东西 再一看呢 发现这个硬邦邦的还是一块区域 小蜥蜴刨开沙粒之后 一座古墓的夯土层出现在眼前 考古队队长立刻跑来查看 这一看立马就欣喜若狂 确定了 这是一座古墓 而且是一座从没有被盗绝过的墓 皇天不负有心人呢 当打开墓门进入墓室之后 只见墙壁上画着精美的壁画 墓室里满坑满谷的珍贵文物 考古队员们高兴的嘴都合不拢 经过清理之后 考古队用骆驼把这些珍贵的文物运到开罗 经过鉴别 这是一座2200年前的一座墓葬 后来出土的文物几经周折 全部保存在开罗埃及博物馆里 当时间来到上世纪60年代 有一天 一个叫梅西亚的埃及医生 来埃及博物馆参观 老梅他是埃及赫拉万大学解剖学教授 同时他也是古埃及文明的超级粉丝 一有空就到埃及博物馆溜达 这一天 老梅教授在22号展厅里 看到一个鸟类雕塑的展柜 里面展出不少猎鹰雕塑 猎鹰是埃及大神荷鲁斯的化身 荷鲁斯可以说是除了太阳神之外 埃及最重要的神奇 他也是传说中埃及的首任法老 一神一人的存在 荷鲁斯的右眼是太阳或者晨星 代表着力量精华 左眼则是月亮或者黄昏之星 代表着治愈 展观里展出的猎鹰雕塑 要么是收着翅膀 威武高贵的站着 要么是展示高飞 古埃及的雕塑家们 用写实的手法刻画出了猎鹰的翅膀 和翅膀上的羽毛 解剖学出身的梅教授 对这些写实的雕塑作品赞不绝口 一边看一边走 突然间 他在一个展品面前停下了脚步 这是一件梧桐木做的小鸟 小鸟展开的翅膀 大约有18公分宽 重约39克 文字介绍里说 这个小鸟雕塑被命名为 萨卡拉鸟 是荷鲁斯化身的鸟神 出土于1898年所发现的 萨卡拉墓葬 也就是前文咱们提到的 专业考古那一次发掘 让老梅教授觉得奇怪的是 这只鸟的创作手法非常抽象 和其他精致的写实雕塑摆在一起 显得特别另类 鸟头鸟身和鸟尾 是一整块木头雕成 在鸟的背部 嵌合着一块完整的平展开的木片 代表着鸟的翅膀 它没有脚也没有羽毛 除了头的右侧画了一只小眼睛之外 没有任何装饰 这只小鸟雕塑和周围所有展品格格不入 却和现代人的抽象作品 看起来一模一样 梅教授很吃惊 心说难道2000多年前的古人 有今天抽象艺术创作概念 越想越觉得有意思 他就想促进掌柜 再看得清楚一点 这仔细一瞧 又被他看出更多的名探 梅教授除了是医学和解剖学专家 他还有一个准专业爱好 航模 他当时是皇家航空模型俱乐部 和埃及航空俱乐部的成员 对滑翔机和飞机模型颇有心得 梅教授又前后左右仔细的 端详了一番这只小鸟 凭他多年做航空模型所练就的 敏任嗅觉 他意识到 这个小鸟不像是古人的出像雕塑 反而更像是远古的一件航模 因为小鸟翅膀和尾巴的木刻形状 像极了现代滑翔机的尾翼 看着看着 梅教授就开始浮相连翩 眼前一花似乎出现这么一幕场景 在公元前二世纪 距今2100年前的萨卡拉 一位古埃及人站在佐塞尔金字塔上 像扔飞机一般 把萨卡拉鸟扔上天空 脱手的鸟儿在空中自由的滑翔 最后降落在金黄色的沙地上 梅教授很激动 也不继续看展览了 立刻跑回家 给埃及文物部写了一封信 报告了自己的新发现 古埃及人很可能早在公元前二世纪 就已经开始研究现代滑翔机 他希望埃及的文物部和科学部 联手去研究萨卡拉鸟 结果呢 埃及文物部一听 啥 滑翔机 这也太扯了 滑翔机是19世纪初 英国的乔治·凯利勋爵所发明 如果距今2000多年前的古埃及人 懂得空气动力学 那之前定好的古埃及文明时间线 什么石器时代 青铜时代 黑铁时代 这种结构全得推翻重来 也意味着 之前的工作全都是错的 于是埃及文物部客客气气的 给梅西亚回了一封信 先赞扬了老梅的钻研精神 然后委婉的说 您似乎想的太多了 估计是您对古埃及的研究 还不够深入 不够透彻 所以您的结论是错误的 梅教授他是个书呆子 没看懂文物部回信中 话中有话 他还以为是自己的数据不够充分 于是乎 自己又做了一些测量 根据对航模和滑翔机的理解 写了一份计划书 再次寄给埃及文物部 当文物部一看 这位老兄 我推也不失去 怎么又来了 很不耐烦的再次回信 告诉他 只有提交严格的科学研究数据 文物部门才会认真考虑 他的研究方向 意思就是 老梅同志呀 您就正来而退吧 到此时 老梅的倔劲也上来了 你们不信是吧 我证明给你看 老梅使用萨卡拉脚的类似木料 做了一个大号仿制品 然后亲自发射测试 测试后 这只仿鸟的飞行能力 让老梅喜出望外 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也就是说 萨卡拉脚这种设计 完全符合空气动力学 老梅想着想着又兴奋起来 赶紧把自己的实验写成报告 又又提交给埃及文物部 然而 梅教授再再次迎来失望 这一次埃及文物部 又又不认可他的提议 理由是 展柜的实际模型太小 最多是个玩具 不能证明古埃及人 弄懂了飞行原理 或者明白空气动力学 再看老梅这边呢 虽然一再碰钉子 但他的工作也不是全部白费 因为他的发现后继有人 当时间来到21世纪初 一位英国的滑翔机冠军飞行员 桑德森 和利物浦大学联手 按比例放大 做了一个比萨卡拉脚 大五倍的模型 研究人员把模型放到一个 高科技风洞里测试 高科技风洞是一种 圆筒形状的隧洞 专门用来测试空气动力学参数 测试的过程是这样的 模型固定在隧道中间 计算机控制着风扇 向隧道里吹风 随着风力越来越强 计算机就开始显示出各种数据 包括模型所能获取的空气生力 研究人员从数据就可以推断 这个模型是不是能够飞得起来 测试的结果是 萨卡拉鸟模型所能够获取的空气生力 是它自身重量的四倍 这表示小鸟的确能够起飞 但关于到底能不能平稳的飞翔 还是个问号 放过风筝的朋友就应该体会 有一部分劣质风筝 飞起来它不是问题 但是飞不了一会儿就会栽下来 飞得不稳 如果萨卡拉鸟模型不能够平稳飞行 那么它就不能证明 古埃及人掌握了空气动力学 于是桑德森把模型又送去了 利物浦大学另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专门给现代战斗机 做计算机模拟飞行测试 测试的过程非常严格 结果也比较精准 跟实际飞行不会有太大偏差 利物浦的实验室 以古埃及击撒高原的环境为原型 模拟制作了三维地形 然后把桑德森的小鸟模型 也做了三维化处理 放到了计算机模拟系统里 只见萨卡拉鸟出现在屏幕上 而且场景和梅西亚眼花时候 所想象的场景一模一样 它从佐塞尔金字塔上起飞 在望不到边的金色沙地上 平稳滑翔 直到降落在地上 现场桑德森和实验员 都情不自禁的鼓起了掌 这个结果确实相当令人振奋 但实验结果流传开以后 踢管也逐渐上门 一些专家凭借自己的经验认为 萨卡拉鸟本体太重了 是飞不起来的 萨大森和梅教授 他们用木头复制的萨卡拉鸟模型 跟圆满的木头它不一样 可能是他们用的材料更轻 而2000多年前 古埃及人可没有这么好的 制作滑翔机的材料 更关键的 萨卡拉鸟缺少滑翔机的水平尾翼 不可能维持平衡 会在飞行过程里发生翻滚 但桑德森和梅教授 都给自己的仿制机模型 加上了水平尾翼 就在今年2023年 德国布莱美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 工作人员获得批准 对萨卡拉鸟正品进行了三维扫描 然后和桑德森一样做了计算机模拟飞行测试 这一次测试的结果就不那么振奋人心了 萨卡拉鸟的滑翔比很低 只有三 而现代滑翔机最高 这个数值可以达到60 滑翔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台没有动力的现代滑翔机 它的前进距离和下降距离的比例 滑翔比是用来衡量滑翔机飞行性能的参数 现代滑翔机这个比例达到60 也就意味着它高度每下降一米就能够前进60米 而萨卡拉鸟的滑翔比只有三 意味着它每下降一米只能前进三米 那就不太像滑翔机了 而是像呈斜线式的降落 另外由于萨卡拉鸟缺少水平尾翔 它的翅膀两侧的生力不平衡 不能沿直线飞行 更多是拐来拐去 对于这个非常实际的挑战 桑德森他作为飞行专家 当然不能说强行嘴硬 他认同缺少水平尾翔的说法 但是他也强调 古董正版那个萨卡拉鸟模型 尾部上方有缺损的迹象 很可能就是断掉的尾翔 所以关于萨卡拉鸟 它到底能不能飞起来的争论还在继续 也许要等到保存更加完好的同样模型被发现 才能够得出更加有把握的结论 但不管是布莱美航空航天技术研究所的测验 还是桑德森的模拟测试都无法动摇埃及文物部的决定 认为萨卡拉鸟就是荷鲁斯神崇拜仪式上的用品而已 尽管埃及文物部门不承认 萨卡拉鸟的滑翔机假说 但萨卡拉鸟也并不孤独 在大约同一时代另一侧2000多年前的我国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 其实之前有一期视频咱们详细提到过 有聪明的观众还记得起来不 321介绍答案 被木匠们奉为祖师爷的鲁班 传说中也做出过一种能飞的大型木鸟叫木鱼 制空时间很长 但具体使用的是什么动力没有人提到过 在传说里他能够在天上盘旋好几天 唐朝有一本叫《朝野千载的古书》 收录了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当年鲁班新婚不久 建了一个大项目 要在离家很远的地方修建一项工程 久而久之鲁班的父母就瞧出了不对劲 儿子出门在外 儿媳妇咋还怀孕了呢 难道说我儿子被绿了 儿媳妇赶紧就出来解释 说你二老想多了 其实你儿子呀 没完都会乘木鸟回来跟我办事 鲁班的老爹他很相信自己儿子手巧 但会飞的木鸟谁也没见过 于是呀他就不睡 等到半夜 果然鲁班驾着木鸟飞回家中 老爷子的心这早算放了下来 还把儿子数落一顿 你小子呀是有了媳妇忘了爹娘 回家都不来见我 鲁班呢也赶紧出口解释 没有这个意思 我回来是已经很晚了 很早又要走 中间还得办事 不想打扰你二老休息 一同解释完 老爷子同情打理 也就不再怪鲁班 围着木鸟转了几圈 想敲个明白 鲁班还跟他父亲解释说 敲这个机关敲三下 他就能够从工地飞回家 再多敲几下 他能够飞得更远 老爹一听 觉得甚是有趣 有一次趁着儿子正在办事 就骑上了木鸟 一激动连敲了十下机关 木鸟载着老爷子一路飞 就跑到了苏杭一带 当降落时 周围的蛮族以为他是妖怪 一英文上 老爷子就这么挂掉了 故事的结局是 鲁班造了一个载动力 更强的木鸟 把老爹尸骨运回了家 显然鲁班的木鸟 听上去更加神奇 但可惜的是 仅仅出现在我国古籍里 有文字介绍 但没有图纸 更没有模型文物传世 但萨卡拉鸟模型的出现 可以说大大增加了 鲁班传说的几分可信性 也就是说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代 东西方两大文明 都可能保留了一部分 空气动力学的知识 也都有人尝试过制作 早期的木制滑翔机 但是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 这种努力并没有持续下去 直到1903年 莱特兄弟才重新让飞机复活 把比空气中的飞行器送上了天 关于萨卡拉鸟和鲁班的目约 各位 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其他 更有意思的新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 永远发言 我会随机定期的呀 抽取部分观众 赠送一些小礼品 好 今天呢 我们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 麻烦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一定要长按哦 非常感谢 下期见 拜拜了 您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